這個拖羅很積溶 所以裡面有蟹膏和蟹肉混合 從日本直送過來 是活的松葉蟹 第一樣我看到很特別就是要試試這個白紙 大家好 我是Steven 今天跟大家吃日本食物 之前也介紹了很多比較地道、比較貼地的餐廳給大家 不可以懶惰了一些喜歡吃得比較精緻的餐廳 所以我今天就來了一間尖沙咀海港城的一間日式高級居酒屋 吃什麼呢 待會再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也想知道 現在來年尾最新的吃河玩樂資訊 還未訂閱的朋友記得按我訂閱和看影片給個讚 這次就是餐廳邀請我來介紹他們 這個菜單是相當特別的 就不是平日可以有吃到 是去到一月尾的餐廳 金秋蟹宴 先講講這間餐廳 這間滋嵌 本身是做高級居酒屋 據我所知曾經是做一個放題 現在已經停了 因為我想餐廳那邊都覺得 其實他們這個運作都是做一些比較高級的日式料理會比較好 做回老本行 最主打都是做一些日本的套餐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試試這個金秋蟹宴 它這些蟹是全部都是從日本直送過來的 可以說是今天吃的 剛剛是今早上運到的 保證它的質素 這個才是Key Point 總共有12道菜 這個菜單 嘩 聽完你都感覺到應該要坐一整晚吃飯 這些不用說 首先說它這個菜單是880元一位 不過我的觀眾來訂即減100元 780元一位 還要說明加一是跟減價後的加一 但如果不是我喜歡吃大胃王挑戰的 即是喜歡吃飽的 喜歡吃CV值夠高的 這間就可能未必是你的心頭號 但如果你說不是 我真的想找個比較prime的location 坐得舒舒服服的 有些慶祝 生日 有些什麼特別活動 這間如果吃日式料理 這個餐是季節日式的餐 你就可以想一想 那間餐廳的地方就無需要擔心 相對一些在外面 嘩嘩嘩 好吵好逼的餐廳 都有幾強烈的對比 而且它有很多半包箱的形式 你見是坐得很舒服的 後面還有一些大一點的卡位 所以這間餐廳的地方 我絕對就不擔心了 說說今天這個套餐廳 它都是限量供應的 因為最主要我們今天會吃這個 松葉派 即是北海道的松葉派 它是飛機過來 是活的松葉派過來的 說到明就是北海道的噴火彎 聽說都是剛剛下機的 所以其實每天只有30份 如果大家訂位來就要留意 就是它未必有的 限量供應的每一天 現在也是 我的觀眾就減7-80元便吃到 說回這個松葉派 這是活的松葉派 在整個課程中有三道菜 即是會將這個松葉派拆骨 分別就是活松葉派刺身 每位置會有三隻腳 松葉派刺身會用六隻腳 另外蟹鉗會用來做天婦羅 還有蟹身和蟹膏會用來做甲羅燒 所以整隻蟹可以說是活用整隻松葉蟹 全部都是用到盡 因為是松葉派 也有雪長蟹的茶碗蒸 刺身三點 日式番茄沙律 以及機煮鮑魚 主菜方面有北海道的雪長蟹 散散鍋 還有雪魚的白紙 日本的生蟲 日本野菜 最後還有蘭黃蛋的雜吹 所以整套食物一定會吃整晚 大家來到就不要急 慢慢享受整晚的北海道松葉蟹宴 開始就來過了 日式機煮鮑魚 這個套食物基本上都是斷位 所以跟日本餐一樣 吃得很精緻 軟嫩度是適中的 而且質地就不均勻 而且它最主要都是醬油漬 即是鮑魚 沙律的部分 沙律其實它有兩款選擇 一個就是日式番茄沙律 還有蟹子沙律 非常之版本 紅當當的 其實很多 我發現它的蟹柳 青瓜絲 很幼細 接著就是來到刺身 這裏有刺身三點 今天就有這個 拖羅 尺背 還有油甘魚 這三點的刺身 也有機會是會轉 師傅看當日有什麼好貨 就放進去 當然試一下這個 這麼肥美的拖羅 魚油很重 又一定會在厚度 試一下 哇 這個拖羅很積溶 拿不到東西 太溶 因為那一刻 油份馬上爆出來 很誇張 這個尺背 這個顏色都很漂亮 橙橙粉嫩 你看它的顏色 還有呢 我們先試一下它的質地 這個尺背很鮮甜 這個尺背 它的質地 它是柔軟 帶點爽甜的那種質地 這個尺背還有一點鮮味 挺好 哇 來到我們這個餐 真是最珍貴 來到都覺得很新鮮 就是這個 北海道從葉蟹 刺身 從日本直送過來 是活的松葉蟹 這隻 我們吃之前 師傅才剛剛湯 還有它是拆了殼 剝了給你 我去福江 吃蟹 蟹本家 我覺得我吃過 貴一點的套 就吃蟹 吃松葉蟹 它都不是說 給到這麼多條蟹腳 好像都是只有一條 要吃貴一點的餐 才給到兩三條 就算日本吃 這些都是比較貴一點的食材 現在還要運到 香港這個海港城裡面 你想想 那個成本是高的 本身 都沒有辦法 最重要是看它是否新鮮 說明是活的 不用說 新鮮度是第一 這些肉 蟹漏 哇 閃閃發光 真是這些 真是蟹 新鮮拆出來 清楚一點就是伊人的份量 每人是三隻蟹腳 還有一對蟹蟹 待會會煮給天婦羅 蟹身和蟹膏 就做甲羅蕭 整隻蟹 吃得乾乾淨淨 很柔軟 很鮮 旁邊有一點青檸 點一點就可以了 真的很方便 太方便地吃了 不會經過冰晒 雪藏過來 肉真的不一樣 它是極度清晰 寫著這裏是北海道的噴火灣 所以它一定在北海道那邊 即是在日本那邊 北海道那邊直送過來 吃得出鮮味 還有最新鮮 還有一點帶黏性 很滑的質感 很厲害 這隻蟹腳 我覺得以飛機貨來說 鮮嫩程度已經是挺高 然後一邊吃 就是這個 雪藏蟹茶碗蒸 這間餐廳 真的要留意它的器具 很漂亮 它一邊出 剛剛沙律的碟 也是 你看這些 這些茶碗蒸 其實挺有心事 挺漂亮 真的不同 一般用膠色的膠管 就這樣蒸出來 蟹本身都是比較寒涼 再做一個刺身 總是會有點好像 挺寒的 它好像沒有什麼 落肚子 之後就是吃一碗 這個茶碗蒸 暖一暖 這個雪藏蟹 挺鮮甜的 反而可能剛剛蒸完 放進去蒸 味道更加甜 更加出 裡面其實除了雪藏蟹 冬菇 在裡面 很香 這個茶碗蒸 好 接著這個天婦羅 裡面有番薯 還有一個青椒 還有最珍貴的天婦羅 就是用了松葉蟹 還叫做新鮮的松葉蟹 很豪華 這個活的松葉蟹 讓你們嘗嘗 做天婦羅 這個蟹肉很鮮嫩 一梳梳的蟹 沒試過用活的蟹來做天婦羅 真的太奢侈了 這裡大家都可以選擇 餐廳那邊直接幫你燒 那就勉強你的煩惱 但如果你自己想玩的 就像我一樣 一直看著它燒 其實畫面都很治癒 如果不是大家方便一點 也可以叫做餐廳幫忙 幫你燒了 那你就自己放鵪鶉蛋 自己拌勻 還有蟹膏這樣吃 都是OK的 這個都是剛剛燒出來的 一直這樣滾 你看看蟹甲羅蟹 燒到差不多了 這個狀態其實不會燒到乾 很濃的 你會感覺到蟹膏本身 蟹甲羅蟹的特別之處 就是蟹身裡面的蟹肉 放在這個位置 所以裡面有蟹膏 有一點點蟹肉 一起拌勻 哇,很厲害 我們現在嘗嘗這個 甲羅蟹蟹膏 哇,很香 很濃烈 蟹膏的味道 有一點衝擊感 我覺得這隻是比較滑 剛才如果在廚房燒給你 那隻 它會燒得久一點 會比較香一點 這隻我們可以調教 它燒的時間 相對可以不燒那麼久 它會比較滑 有些可能是雞泡魚乾 或者有些 有些甚至乎 會給你一些餅 晚上上面 這樣就會更加好 其實它可以配合 這裡吃的 就吃得更加開心 好了,吃了這麼多東西之後 還未完 這個餐還未完 慢慢坐慢慢吃 慢慢享受 我們這裡就主菜方面 雪腸蟹 一開始 這裡只不過是二人份量 雪魚的白紙 白紙一向是一個高級的食材 日本生蠔 還有一個整碟野菜 盛盒 這裡是有整份的雪腸蟹 其實這個份量也挺多 以二人來計算是挺多 爐已經準備好了 吃完這一套 其實都已經很飽 可以說真的是蟹宴 因為又吃雪腸蟹 又吃蟲蟹 又吃蟲蟹 第一樣我看到很特別 就是要試試這個白紙 因為白紙一般 很少火鍋做法 白紙就是一個 雪魚的蒸籠 是蟹蟹 魚的白紙一般會比較濃烈 味道會比較香濃 本來都是比較貴價 以及被譽為美顏的食材 因為它有很高的蛋白質 和維他命B 所以這隻很養顏 很補的食物 我建議再加一點柚子醋 就會有酸酸味的味道 嗯 我喜歡這樣吃 加一點酸汁 反而感覺上比較清新 但入口也感受到 那種很滑 很厚的質感 很香滑的味道 雪腸蟹的 散散鍋 當然有很多雪腸蟹腳 它做了火鍋 味道更加出 蟹的鮮味更加出來 我覺得很漂亮 它的肉質 就相對蟲蟹 當然它是熟了 所以蟹肉的質感 更加有彈性 熟了之後 蟹的火鍋 後來有廣島蠔 廣島蠔超級大隻 而且味道也挺突出 廣島蠔 最後我吃完 這裡還有很多菜 其實份量來說 我覺得今天 這一鍋的份量 完全是足夠有餘 最後還有一個 就是用一隻日本蛋 做一個雜炊 這些都好像日本的做法 都是這樣的 基本上整個鍋 煲了這麼久 蟹的精華 基本上都放在湯底裡 已經感覺到 應該是很甜 湯底和竹本身都很甜 蠔和海鮮 完全融入鍋裡的精華 其實是很好吃的 還有最後一碗這些 就暖一暖身 整個蟹的套餐 會比較滿足 而且你覺得很圓滿 最後還有一個雪糕 或者是甜品 本身這個餐已經包了 日本機煮鮑魚 去到最後的雜炊 我們今天足足 吃足三個小時 完整一隻 的松葉蟹 空運過來 所有東西拆件 整好 剝殼 正正因為這樣 餐廳方面 一天 只有 一隻蟹 只做到兩位分量 如果每組客是兩個 其實只能夠應付15組客人 所以我都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有興趣 因為這個都是限定 去到1月31日 一天只有15個預約 有機會很快 所以如果有興趣試試 這個這麼漂亮的蟹燕 記得打電話來預訂位 先記住看過片 然後過來預訂位 即價100元 即是780元 一位蟹燕 只是晚上才有供應 即是下午沒有 吃偏人的 想吃更漂亮的食材 可以想想 大家看完有興趣 好了 今天的介紹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也喜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JR